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司机是老司机 但是不开车 想让我们在节目里边开车 您这是痴心妄想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去年还是前年啊 一首名歌开了个头 老司机成为了一种现象级网络文化的代名词 里面充斥了语言学 社交套路 中年油腻男子等多种文化概念 简单的概括就是一嘴失货呀 我今天跟您要聊的老司机呢 可不是您想的那样 就是字面的意思 老年间的几位司机 这几位呢 有一点跟现在老司机相像的就是套路身 套路的你是没法没法的 在古代啊 一个贵族男子 或者一个想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身份的人 要掌握六种技能 这六种技能被称之为六义 李乐师 书射域 李法音乐 作文书法射箭 开车 专门负责开车的人呢 还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官职 叫太仆 太仆呢 是皇上的司机 您别看 只是给皇上管管马 管管车 那可是正部级的高官 位列九卿啊 为什么开车的在古代会那么重要呢 主要是春秋战国的时候 打仗的主力是战车 那个时候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啊 他是用战车的多少来衡量 你老听什么千圣之国万圣之国 就是根据这个来的 他里边这个圣啊 就是一个战车编队的意思 哎 你看这个司马法这本书里边有记载吗 一个战车的编队是76个人 其中呢 73个人都在地上跑 只有仨人在车上 这仨人里边有一个是专门的司机 这司机打仗的时候不动手 他就管开车 你想一打仗把握战车的方向跟平稳 那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能在地上打仗 回头这司机劳往河里开 那会那车他也没有这水路两溪啊 对吧 你要真说小河河沟还凑合 你真扎到黄河里边那还了得呀 所以黄这个司机的地位 那是自然而然就体现出来了 另外还有一点呢 这个司机的出身很讲究 一般来说 春秋时期吧 车上那三个人都是贵族子弟 所以那个司机很可能也得是贵族 或者怎么也得是比平民阶层高一些的人 这还都是一个普通战队里边的司机 要是给什么将军呢 或者给皇上开车的 那了不得了 有可能是因为司机的地位太高 所以他们敢去套路别人 甚至还能直接跟那些个功臣战将 发生冲突 咱们聊一个好玩的事情 一战成名的老司机 春秋战国时期 有一个国家非常的有意思 国力呢 也就是二流往上一点 但是哪哪都有他 还竟跟一流的大国闹别扭 这个国家就是宋国 宋国是周五王分封八百诸侯的时候 把投降过来的商朝人的后裔 封在了宋国 首都呢 就叫做商丘 根据司马迁的划分呢 宋国也出过一位霸主 叫宋湘公 宋湘公这辈子丢人的时候多 露脸的时候少 也不管他 宋国这辈子丢人还不少 宋湘公的孙子宋文公 在位的时候 宋国有一位大将 叫化元 这名字好听 化元呢 这一听就是要饭张大了 但其实人家是个贵族 宋文公继位的时候 他有雍丽之功 所以是非常得到重用 从宋湘公开始 宋国和楚国的关系 就一直不好 到了宋文公这辈呢 也是 公元前 606年 郑国在楚国的骨头之下 出兵讨伐宋国 宋国人一看 这也推不拿我们当回事了 楚国我们打不过 郑国我们还怕吗 就派化元跟另一位大将 一起出征 抵抗郑国 打得不错 输得那惨呢 化元呢 被俘虏了 那位将军呢 直接就战死在沙场 后来化元回来了 也不知是熟回来的 还是自己跑回来的 反正回来之后呢 憋了一口气 重整旗鼓 二次要跟郑国人玩命 这次作战之前 化元为了鼓舞士气 杀羊炖肉 犒赏三军 吃肉 吃羊肉 美人都有 说好的美人都有嘛 唯独化元的司机没有 花元的司机呢 叫杨胡 把杨胡气坏了 这个吃肉怎么没我呀 美人一份 到我这没了 我也没惹你 上次打输了 也不是我让你打输了 就算我有错 你提呀 是吧 实在不行了 你把我开除了 你这不就是诚心扫我吗 是不是 不成 我得给你露两手 要不然的话 你也不知道 烤羊肉的时候 得放自然 当时他是没说话 没多久就打起来了 两国交锋吧 二次打起来 化元觉得就不对了 在两军认前 他觉得他这个车呀 车速太快了 飞起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冲出了宋国的大部队 化元说这车怎么了 炸仙崩了是怎么着 眼看着这车 离着郑国的大本营 越来越近 不得不说话了 问自己这司机 这杨胡啊 老杨 你这怎么了 你打算干嘛呀 杨胡这才说话 杨胡说这话 在左传上有记载 说了一句话 愁西之阳 子为正 今日之事 我为正 说这个分羊肉啊 你说了算 今儿开车呀 我说了算 就这么着 化元让杨胡这车 一直就拉到对方大本营 对方 郑国人也纳闷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 首领过来单挑啊 得了捆上吧 化元二次活捉 后世根据杨胡说的那句话 演化出一个成语来 今天还用 叫各自为正 就是这么来的 哎呀 用句网络的话 这叫做 杨胡套路深 化元想回也回不去农村 这就理解了 为什么古人给司机 那么高的待遇 你这遇上一个脾气大 心眼小的 你只能等着倒霉 当然了 开车的呢 不可能都是他那个脾气 有那个脾气好的 一辈子不得罪人 大伙打了 头破血流 他也没事 那么说这位是谁呢 西汉初年的夏侯英 知道楚汉历史的呢 都知道这个夏侯英 京剧舞台上 齐派系 萧和月下追韩信 夏侯英 是个丑爵的半性 并不是说 这个人性格丑了 相反 他因为他性格好 成为了政坛的长青树 随和人缘好 舞台上把他设计成丑角呢 他也是 因为舞台上 他不能都是老生啊 都是武生啊 他一定得分开了 这样的话 画面也好看 戏呢也圆润 夏侯英跟汉高祖刘邦是同像 都是配仙人 私下里呢是哥们 那时候刘邦啊 是亭长 夏侯英在县里边呢 管马车 县里边 哎 没有什么事了 工作一完成了 他找这个刘邦啊 就聊天 一聊就是大半天 俩人又会开玩笑 闹着玩 这个刘邦啊 把夏侯英 给弄得受伤了 这个事说起来不大 但是呢 他秦朝当时有法律 要按照那个 刘邦是要判刑的 这是要没人知道 也就算了 万没想到 这事让人告发了 到衙门之后呢 夏侯英啊 就是一个劲的 给刘邦开图 把我们认识 斗着玩 斗急了 怎样怎样 但是在国法面前 也不能闹啊 最后该判还是判 根据这个夏侯英的证词 算是情节较轻 县里边决定 从轻发落 刘邦判了这么一年徒刑 除了跟刘邦本人以外呢 夏侯英跟刘邦家里的人 矫情也不浅 我记得以前咱们聊过一回 说刘邦 打败仗逃跑嘛 途中把自己的儿子女儿 就是未来的汉惠帝刘英 和鲁元公主 都扔下去好几回 当时开车的就是夏侯英 刘邦扔了几回孩子 这个夏侯英就捡过几回孩子 你就看出来 夏侯英做人厚度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刘邦死了之后 他之后的继任者 惠帝刘盈 高后吕志 文帝刘恒 都对夏侯英是信任有加 一直是任职太普 都不称呼名字 也不叫他的官职 尊称为腾公 西汉初年呢 政治斗争很残酷 尤其是吕后主政那几年 功臣元老们不是被杀就是被贬 别说受重用 能活就不错 不受打击的就俩人 一个是樊快 一个是夏侯英 樊快没受打击 因为他跟吕后 沾亲戚 那么夏侯英呢 靠的是人缘 但是夏侯英 只是靠自己的厚道 生存下来的吗 也不尽然 早在刘邦 还是汉王的时候啊 夏侯英就为刘邦 发现了一名人才 就是日后的 怀音侯 韩信 也就是说夏侯英 有慧眼石英雄的本领 吕后死了以后啊 他并没有因为吕后 对他的恩宠而加入律师一当 而是果断的 就站在功臣元老这一边 拥立汉文帝 刘恒 这也说明 他有审时夺势的本领 他从一出道就给人家开车 所以他这种眼力 恐怕是他能笑到最后的原因 显然呢 老好人有自己的套路 这种套路就是 该走动的关系 我走动 绝不能镶着一波 瞅着一波 该坚持的原则 我一定捐持 绝不能因为情况危急 就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 另外一个就是 该出手就出手 绝不能死守着眼前这点利益 眼光要放得长远 这才是真正的老司机 还有那么一个 不招人喜欢的老司机 那绝对呢 就是套路满满 只可惜他的套路手段不高 连他的儿子都看不上他的所作所为 这人是谁呢 这是西汉宣帝朝的御史大夫 陈万年 陈万年自幼宫 跟汉朝的皇族啊 是半个老乡吧 佩郡 乡县人 就是今天安徽的淮北市 这个人出道的时候 就是一个县里的小吏 后来被一步一步的提拔 也做到了太仆这个官职 他这个人呢 才能不是很大 但是贵在啊 办事认真 你不过光凭这一条 你在朝里边 你光认真 你也坐不稳呢 他在朝里边 有一个主要的手段 就是俩字 八戒 他们家不是很有钱 史书上有记载 说他呢 连凭 看这意思就是 平时没有受贿赂的毛病 不过不受贿 不代表着他不行贿 因为手里边钱不多嘛 他也不能跟圣诞老人似的 满世界爬烟图 给人送礼去 只能是重点 对几个目标下手 看看吧 谁合适呢 是吧 你不能说朝里边有点炒菜的 我给他送礼 还有采访 这不管用 看来看去就盯上了 朝廷里的两家外戚 一家姓许 是皇后许平君的娘家 另一家姓史 是汉宣帝的祖母 史良帝的娘家 把这两家都打点到了 他自己也快破产了 不光是行贿外戚 朝廷方面呢 那意思也得到了 不过手里边实在是没钱了 钱不够人情凑 当朝的丞相病急病重 眼看就要不行了 丞相病了 大臣们都得去看望 陈万年也去了 汉书上记载 去探病的人呢 都是看一眼就走 只有陈万年 一直伺候老头 到天黑 才回家 所以后来 汉宣帝在 丙吉死之前 就问他 说您看看以后 谁可以重用 丙吉都不行啊 推荐了三个人 其中之一 就是陈万年 等丙吉死了之后 陈万年 果然 被提拔为 玉使大夫 后来还一度 代理了 丞相的职权 咱们说当官啊 最要紧的就是 要有德行 要有能力 但是陈万年的水平 不高 还老是拔街 风影 难免呢 就为人所诟病 连他自己的儿子 陈贤 都对他爸爸有意见 不作性 他父亲这种 这个很谄媚的 这个为人 说起来 这个挺奇怪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可是陈贤 在性格上 一点也不随了爸爸 汉淑评价陈贤呢 说有意才 抗执 这个说就是 有意才 有不同反响的才能 而且为人耿直 不畏强权 好几十回 他这个儿子陈贤 都赏书 批评百官 把他爸爸 陈万年吓坏了 终于 爷俩的矛盾呢 爆发了 有一次呢 陈万年 把儿子叫到跟前 让孩子跪着 他坐着 这桶书了 天花蓝坠呀 说的 顺着嘴角 冒白目 都知道 朱国亮能说 他是朱国亮的老了 老朱国亮 说吧 你再看陈贤的 睡着了 身子一歪 撞到旁边的 这个 屏风上面 把陈万年启 轮棍就打 老子教育你了 你敢睡觉 陈贤倒是挺客气 赶紧磕头赔罪 然后解释 说您甭教育 您能教育什么 我都知道 您就教我溜血排马 这一句话呢 除了他爸爸心眼里边 说了没词了 金庸先生的小说 神雕侠侣里边 有这个场景 杨过向柯震恶请教 要给自己的父亲 杨康礼一座石碑 自称不肖子 这个肖是生肖的肖 这个不肖子的意思 就是不随跌 他这个主意 说出来 柯震恶很认同 陈贤 对比呢 跟他爸爸陈万年 也是个不肖子 今天咱们也认同 的确 陈万年的套路 比起夏侯英那种套路呢 不断手段低劣 而且境界不高 你说这个儿子都不承认 这个也不吃什么劲 刚才咱们说夏侯英的时候 提到过一个司机的基本素质 就是眼力都比一般人强 当司机吗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心得正手得稳 此路不通 就得换条道 这才是这个老司机套路 其实咱们说这三个老司机呢 可能就是把职业当中的领悟 嫁接到了做人做事上 有一些套路不如咱们学习 但是可以提个醒啊 做人呢 还是厚道点好 这样人跟人之间 可以少一些套路 各位行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欢迎您各位又来收听郭论 这个做节目很难 因为你不知道今天说的这个题目啊 大伙是不是喜欢 但是思来想去啊 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 大伙一定都感兴趣 咱们聊聊钱 有人说货币不是说过了吗 哎 这回咱们说的不是货币本身 咱们说的是有钱的人 从古至今 这个有钱的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反正老百姓是都想问 都想知道知道 千百年来 不管是哪个国家 哪一个民族 都有这个好奇心 也难怪 你经常能接触到的呢 你就不好奇了 越接触不到越好奇 所以想了解有钱人 也不是什么仇富心理 也不是什么吃不着葡萄 说狐利酸 这个有钱人的生活呀 跟平常人是一样的 也就是吃饭睡觉 撒饱一个岛 俩脑袋扛着一个肩膀 不对 人家是俩肩膀扛一个脑袋 反正是撕来想去想去撕来呀 咱们什么样 人家就什么样 也没有什么变化 有钱人居家过日子 也有自己的烦心事 今天的有钱人什么样 我别说了 你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那咱们要聊一聊呢 古代有钱人 都摊上过什么烦心事 聊斋志义啊 里边有一篇故事 叫静听 静字的静 听不见的听 讲的一个老太太 偏心眼儿 这老太太俩儿子 都是念书的 大儿子的成绩非常的好 考中科举的成功率很高 当妈的呢 向着大儿子 顺手把大儿媳妇 也高看一眼 小儿子的成绩一般 所以呢 连小儿子 带着媳妇 老太太掐着半了眼 看不上 吃饭了 俩儿媳妇一块做饭 老太太就让这大儿媳妇 歇着吧 可以不干活 二儿媳妇累死了 她也不心疼 结果在这个 二儿媳妇的督促下呀 这二儿子 也像他哥哥一样 也考中了科举 那老太太没办法了 得了 俩儿媳妇都歇着吧 自个儿上厨房做饭去 像这种爹妈偏心眼的故事 聊斋志义里边呢 有不少 哎 其实历史上这种事多 你看历史上有一家富商大股 就因为老太太偏心眼 导致是家破人亡 历史上要说谁有钱呢 往往有个说法 说这家 有陶珠一顿之父 陶珠一顿 分别指的是两个富商 一顿咱们下回再说 今天咱们说说陶珠 这陶珠的全称啊 陶珠公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 提这个名可能您不太了解 提另一个名字 没人不知道 那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战略家 范黎 范黎自少博 楚国晚帝三户人 这个晚帝三户 就是现在河南省西川县 陶和乡 春秋末期 投奔越国 帮助越王勾建 兴兵灭屋 之后是吉留永进 弃正从商 定居在哪呢 哎 他住在这个宋国的陶秋啊 就是今天山东的定陶 字号陶珠公 这个范黎的从商经历 也不是一帆风顺 曾经三次散尽家财 但人家这个本事啊 大就大在这儿了 家财散尽 照样还能挣回来 史记 《货值列传》记载 他的主要经营方式 就是商贸 另外他可能也从事过农业 或者是漁业 反正发财的倒很多 钱多 人口也多 三个儿子 可是这仨儿子呢 不省心 大儿子吃苦耐劳 居家过日子 也会省钱 但是呢 自尊心太强 二儿子呢 做事冲动 挨热事 三个儿子就是个少爷高子 除了花钱 不懂得心疼 没能力 这一年呢 家里出事 二儿子呀 在这个楚国 犯法了 他做事冲动嘛 好惹事 这一犯法 犯的是个死罪 眼瞅 这小命就没了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 事情就转机了 那个年头 家里出了事 也得满出嫂听见 有没有办法呀 犯离就满出 托人去问 最后得了消息 说要是花钱呢 就能把二儿子的命 给保下来 但这钱有点多 根据史记 岳王勾建 释迦记载 说得用黄金千亿 亿呀 就是那个水都溢出来了 那个亿 这是古代的一个计量单位 一亿 等于是二十两 或者是二十四两 咱们就按最小的说 那也是黄金两万两 钱虽然多 救儿子要紧呢 而且家里又有 弄个车吧 讨好了车 把这个黄金两万两 装好了 打发自己的小儿子 到楚国送去 这会儿出事了 家里不有老大吗 大儿子吗 大儿子这个 自尊心太强 一听他爸爸把这个大事 托付给老三了 心里是老大的不乐意 就跟他爸爸答起来了 说家有长子 国有大臣 这么大的事 您不叫我去 叫三兄弟去 您是不是嫌我废物 您要是真是这么想 您来句话 我现在就死 不招您不待见 说完了 撞墙 要自杀 这个时候 孩子他妈就出来了 老太太偏向大儿子 老头子 你这个事啊 办错了 老三去了 老二不一定就回来 现在老二没回来 大儿子在窝囊死 咱们这日子还过不过呀 老伴也闹 儿子也闹 饭离 没办法 那行行 跟你们说了算吧 让老大去吧 哎 大爷就去了 结果还不错 拉着钱去了楚国 钱是怎么拉去的 又怎么拉回来 原封没动 不过回来呢 多一二东西 二兄弟的死尸 怎么回事啊 这个范离啊 最清楚 三儿子就是一少爷秧子 花钱不用心疼 钱送过去 眼都不带眨的 只要钱一出去 哎 二儿子就回来 但是老大不然呢 知道爸爸挣钱不容易 所以这个钱肯定舍不得给 只要他一时想不开 这事就砸 果然事情的发展 跟范离预计的是一样 老大到了楚国以后 一开始 钱是送出去了 人家楚国人呢 挺够意思 其实人家没打算 真要这个钱 就商量了 这钱呢 先别动 先把老二放 再把钱呢 还给范离 这个老大也不知 哪根筋错了 一看人家 没动自己家的钱 又听说二弟要放出来了 脑子一热 又找人去了 把钱又要回来了 人家一瞧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 拿他们当猴耍呢 钱不要了 死尸你带回去吧 有道士知死莫若妇 甚至经商之道的范离 早就看透了实际的发展 可是你再有头脑 有些事情也是无法控制 就像老伴说的 大儿子要是自杀了 怎么办呢 所以只能妥协 这也许就是 很多有钱人家 能摆平商业上的事 摆不平家里的事的原因 有人说了 养儿子就是不省心 还是得养闺女 也未必 那 我再给您说一个 有钱人家养闺女的事 西汉 全国有一家巨妇姓卓 卓家是当时的钢铁大王 专门从事钢铁冶炼的行业 关于他们家这个冶炼呢 还有一故事 他们家祖先是战国时期的赵国人 原来就是从事这个冶炼金属的 秦始皇灭赵国以后 强行把他们家迁到四川 当然了 迁的也不光他们一家 还有别的家 到了四川以后呢 别人家都贿赂当地的官吏 把我们尽量安置的 离得中原故土近一点的地方 老卓家不一样 要求往远处走 为什么呢 离得近没有意义 一家大小活下来才是王道 进出了地 没有什么出产 得找物产丰富的地方定居 才行 最后他们家迁到哪呢 这地儿叫林琼 开山凿矿 重新赶起了老本行 家族企业 有兴旺 今天要说的是这个老卓家 在汉景帝 汉武帝时期的一件事 当时这卓家 卓氏集团的董事长 叫卓汪孙 到他这辈儿 那已经是当地的首富 手底下光使唤的仆人 就八百多人 造反都够了 你想啊 陈胜吴广造反的时候 就是九百人哪 规模差不多呀 能养了起这么些人 人家的家底可想而知 卓汪孙有个闺女 太有名了 叫卓汪君 这卓汪君不是现在有名 当年就有名啊 小的时候名声就传出去了 长得也好 财学也高 弹琴弹得好 北多芬的 李斯特呀 唱个太平歌词 打快板什么都会 他不管怎么说吧 卓汪君少年的时候 就已经是流量级的明星了 母样也好 财学也好 那求亲的踢破了门槛 当年结婚也早 16岁 卓汪君就出门子了 但是没过几年 丈夫去世了 西汉的时候 男女婚姻对女性啊 还没有那么不友好 啊 也不是说女的 一定给丈夫守节 加上他们那个家庭 也不认可 所以丈夫死了以后 他就回娘家了 这一回娘家 好多人又有机会了 这当中就出现了当时的另一位流量级的明星 司马香如 文章西汉两司马 经济南洋一卧龙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副对联 卧龙啊 就是诸葛亮 两司马指的是司马迁 司马香如 司马香如当时的名望很高啊 史记里边司马香如单独有一个列传 一个是因为司马迁跟司马香如 个人关系不错 另一个也说明司马香如 当时确实有影响力 这样的名人呢 卓王孙早就想见见 但是一直就见不着 为什么 腕太大了 县长家里边想见见 都得三番五次的请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还有一次 这个卓王孙呢 家里头开派对 把司马香如请来了 司马香如当时还挺给面子 当众还给弹了一首曲子 满堂的宾客是大饱耳福啊 但这耳福对于卓王孙来说 后患无穷 他哪知道 弹个曲子不要紧 把闺女搭出去了呢 卓文君是已经回娘去了 这一弹曲子听见了 谁弹的 这一扫听了不得了 把这个卓文君 这个双鞠之人打动了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秦挑文君 从此 卓文君就放不下司马香如了 后来经过一番运作吧 卓文君背着他爸爸 跟司马香如跑了 卓王孙气的呀 一家女百家求 司马香如你也是名人啊 看着我规律跟我说呀 你这给拐走了算怎么回事呢 啊 你说这是你品质低劣 还是我们家家教不好啊 老头气得差点脑血栓 最可气的还不是这个 过了些日子 卓文君带着司马香如又回来了 怎么呢 司马香如家里太穷了 卓文君呢 过不了穷日子 拉着丈夫回来 回来也没跟老头说 就在林穷啊 开了个酒吧 卓文君卖酒 司马香如刷盘子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君当炉 老头气疯了 你这是寒沈我呀 你卖酒我不拦着 那是你活该呀 谁让你跟人家穷小子跑了呢 但是你远点卖去 你丢人丢到家门口来了 这要是亲闺女就完了 这要换了别人呢 老头就得杀人呢 这个时候来个朋友 给说和来了 实际司马香如列传 详细记载的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原文咱就不谈了啊 这个挺麻烦 大概意思 无外乎就是劝劝 闺女是人家的 棒打鸳鸯不好看 何况两口子都是流量明星 也不算不般配 消消气就当闺女出门子了 给份嫁妆吧 说归说闹归闹 毕竟是亲闺女 卓王孙还是心疼 再加上事情发展的这一步 面子上也的确过不去 听人劝吃饱饭吧 最后拿了一份嫁妆 给两口子 嫁妆是多少呢 说是分与文君 同百人 钱百万 以极其价实一倍财物 反正小两口打这起 就过上了富人的生活 咱们说男女自由恋爱 父母不应该管 但是你要站着卓王孙的角度呢 他的行为也是无可厚非 婚姻大事在中国意义特殊 所以说父母子女 还是尽量沟通 你别闹得不愉快 还有一个兄弟之间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很多人应该知道 主人公在三国演义 这个书里边台词不多 但是出境率还挺高 但是东汉末年 虚州地区的首富 后来招列皇帝刘备的大舅子 关拜安汉将军的 弥竹 弥子仲 弥竹这个人呢 他是刘备早期的谋士 可是看过三国的 你也知道 弥竹也没给刘备出过什么 像样的谋略 他对刘备最大的贡献 就是把妹妹许骗给刘备了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弥妇人 要不是弥妇人的高义 烈性 刘备的儿子刘缠 可能早就死在长板坡了 随着这个国学热的推广啊 人们才渐渐知道 弥竹对于刘备的贡献 远不止如此 老弥竹在东汉末年的时候 了不得家里那钱说出来 能吓死谁 三国志里边记载 弥竹家里 祖室获值 同克万人 资产巨益 这里边有没有夸张的成分 咱闹不清楚 但是你也知道 写三国志那个陈寿 他离着刘备那个时代不远 应该不至于瞎写 所以可信度很高 现在话来说 弥竹不光是刘备的大舅子 还是刘备的金主爸爸 弥竹不光在钱上支持刘备 在政治态度上 也是完全站在刘备这一边 刘备在徐州混得不好的时候 草草曾经向弥竹 伸过橄榄枝 但弥竹拒绝了 就说资助 刘备不是商人投资 是心里认同 关于弥竹的这个故事不多 搜神迹里面有一个 关于他的神话故事 被三国演绎采用了 说有一次在路上 他救了一个大美女 俩人同坐在一辆车里边 弥竹是一点闲杂的动作都没有 眼睛也是直视 生怕这个余光扫到美女身上 后来美女告诉他 自己是火神下凡 要给他们家降点火灾 看他是好人 让他提前准备 说完就不见了 弥竹一到家 他赶紧就让人把值钱的东西搬出来 果然着火了 房子稍微平地 虽说房子没了 但家底呢 保住了 当然这是个传说 这不能算数 就便是真的 这也不是弥竹最糟心的事 最糟心的事是他弟弟 刘备的另一个大舅子 弥芳 弥芳也是 刘备早期打天下的元老 所以很拿自个当回事 三国演义里边 弥芳啊 就是个废物 长板坡还曾经诋毁赵云 其实历史上 他在刘备手下是有战功的 刘备几次被人家打趴去 都是弥芳 替他收集残兵 组织队伍 再回到刘备身边 小说里边 关羽过五官斩六将千里寻凶 历史上没记载 但弥芳 对刘备不离不弃 那写的清清楚楚 京剧古城会里边 关羽常撇刀斩蔡羊 其实历史上 杀蔡羊是刘备杀的 那会儿跟着刘备身边的 就是弥芳 好死不死啊 刘备入川以后 弥芳呢 就安排在关羽手底下了 关羽这个人 刚愎自用性情傲慢 最看不起的文人 他老觉得 弥芳这就是仗着裙带关系 两人有矛盾 最终呢 弥芳受不了关羽 到后来投降东吴里应外合 杀了关羽 弥芳反叛之后 弥芳都快崩溃了 一辈子复出 一夜间化为流水 上刘备那请罪 刘备也没难为他 好言安抚 但是呢 弥芳本人心都碎了 最终呢 惭愧而死 弥芳呢 这个小说里边说的是 乌国送回来万寡凌池 但实际上在乌国 他唠了一个善终 当然也经常被人解退 老话说的好吧 大丈夫难免 气不闲子不笑 古代这些个富豪之家 也怕这个 《红楼梦》里边探春讲话 这么大的家业从外边杀不完呢 就怕内部出事 平常老百姓要是家里闹家务都糟心 有钱人要闹起来 更难受 最后说句话 咱们大家共勉 这叫家和万事兴 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又到了郭论了 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战役 你比如说巨鹿之战 赤壁大战 匪水之战等等 但是还有很多不为人知 却又意义深远的战争 比如说达罗斯之战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它没有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 但很多军事发烧友都听过 交战双方是大唐和阿拉伯国家 这场战争的结果甚至影响到了东西方的军事文化格局 有人说正是因为这场战争 造指数才传到西方去 大唐帝国也因为这个衰落 最终解体 但是一场战争真能造成这么重大的影响吗 历史果真如此吗 咱们慢慢的聊啊 唐玄宗天宝这个年号 大家应该不陌生 初中历史课本上学过 唐朝由盛转衰的节点 就是天宝危机 天宝年间 唐玄宗万万没想到 在自己沉醉于艺术创作 以及跟杨贵妃这爱情的时候 朝廷内部除了奸臣 李林甫杨国忠 外部 武将安禄山的势力 开始崛起 在他人生最得意的时候 大唐的繁华 开始唱起了凉凉 唐玄宗啊 让别人都称他为圣人 以圣人来称呼皇帝 最早是古代百姓 对君王的期待 李记记载 上古时期三皇五帝 被称为圣人 因此后世的皇上啊 也都希望自己 在名声上和上古的圣贤比肩 但是呢 唐玄宗不满足于此 他有着勃勃的野心呢 在上缘登节 他射出了一支金箭 射箭之前说了一番话 姚舜终究是人 朕是神 更厉害啊 可不得能的 雄才大略的唐玄宗 想获得空前的文质武功 因此杜甫呢 才在兵车行里边写道 边庭流血沉海水 吾荒开遍 亦未已 边疆战士 已经血流成河了 皇上开疆阔土的念头 还没打算停止 这个意思 天保年间 唐玄宗设立了十个节度使 每个节度使 手握重兵 独揽当地的军政大权 向周边 发动战士 西部 是拢右节度使 对吐蕃的战士 西南 是建南节度使 对南兆的战士 北部 是北庭 朔方节度使 对突厥的战士 东北是泛阳 平鲁节度使 对契丹的战士 由安禄山同位 在西北 大唐帝国 安西四镇节度使 叫高先知 他也在率军不断的战争 使大唐 在西域成为了宗主国 高先知 则相当于 大唐在中亚的祖宗 他是这个宗宗 达罗斯之战 在公元750年 也就是唐宣宗天保九年 正式的拉开帷幕 高先知啊 是唐朝的一员名将 现在来说呢 是个朝鲜族的人 史书上形容他 滋容俊美 善于其社 骁勇国感 年轻的时候 他跟父亲来到大唐的首都长安 二十岁的时候就当了将军 此后官图青云之上 当了节度使 还被朝廷封为了密云郡公 这个时候呢 吐蕃占领了西域的小伯利国 就是今天 科士米尔西北部 这个历史上啊 大唐三次出兵 都吃了败仗 在天保六年 唐玄宗命令高先知 率军出击 高先知作为名将 就爆发出强大的战斗气场 一下子就攻占了小伯利国 高先知的这个威名传遍西域 那是一时无两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 就要开始呢 找不着北了 在西域啊 还有国家叫石国 在今天这个 乌兹别克斯坦这一块 因为地处丝绸之路 农业发达 居民用善于经商 所以是富甲一方 天保九年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高先知 因为贪图这个小国的财富啊 率军讨伐 在城外 高先知承诺 投降不杀 在强大的唐军面前呢 石国只能是放弃抵抗 但是高先知违背承诺 裸走了石国的国王 杀死老人和孩子 搜刮财物 你这个就言而无信了 这个恶行就引起了 中亚一些国家的极度不满 逃走的石国王子呢 到各国游说求援 西边的黑衣大石 就是我们熟知的阿拉伯帝国 联合中亚各小国 准备进攻高先知 这样的一连串连锁反应 就导致了这场战争 高先知就接了消息了 哦 他们要打我来吧 自己想先发之人 率军攻打 资质通鉴记载 高先知率领的唐军总数是三万人 旧唐书和新唐书则记载 唐军总数是两万人 咱们就按三万算得了 还有包括其他小国在那里翻兵 总共好几万人的大部队 越过冲岭 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呢 去进攻阿拉伯军队 在达罗斯城 与数十万阿拉伯主力军 发生了遭遇战 达罗斯城啊 是石国的第二大据点 这也是高先知跟大石 在这相遇的重要原因 由于唐军战斗力极强 阿拉伯军并没有占到什么优势 这个双方一直处于一个胶着的态势 但是呢 战局总是出人意料 高先知的这个联军里边 有不少西域小国的军队 其中有一个部族 叫葛罗路 这个部族呢 临场倒戈 这个场景有点像这个 两千多年前牧野之战 赵王也吃着亏了 奴隶大军倒戈了 哎 反正就是这么一折腾吧 葛罗路人和阿拉伯军队 加击唐军 唐军因此大败 关于这一战呢 我们还要补充一个小花絮 就是一元猛将和一个镇国的重庆 猛将叫李四叶 镇国的重庆叫莫刀 李四叶是高先知的副将 旧唐书记载他 身高七尺 立大超群 善用莫刀 这个人很厉害啊 打仗是所向披靡 被称为神通大将 莫刀啊 这个是唐朝的镇国重庆 就好像现在一说什么导弹 极大地增强了国防水平 唐六典记载 莫刀是一种长半的两刃刀 也是李四叶最擅长的一种兵器 看在这儿有些朋友会问 说为什么说这个莫刀是大唐的镇国重庆 它不就是个冷兵器吗 怎么能跟导弹相提并论呢 而是这个原因 唐朝的强盛 有一方面可以说是磨刀提升的 在与周边国家作战中 敌人主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 他们赖以制胜的发宝 就是骑兵啊 长枪长矛 弓箭 加上战马 高速的机动力 让中原人吃尽了苦头 这个如何破骑兵呢 唐朝人用磨刀 就唐书记载 高先知攻打小伯利国的时候 李四叶和田真 为左右的磨刀将 二人五巨刀 一挥杀数人 那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威力无穷 尤其是磨刀队 在进攻骑兵的时候 成牌的士兵 举着长长的磨刀 整齐向前 如城墙一般的推进 一刀下去 连人带马 砍了两段 这个场景 那很震撼 李四叶呢 正是凭借磨刀的优势 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 在达罗斯之战中 李四叶 率领手下的磨刀大队 和高先知一起 开一把聪领 与阿拉伯大军 展开了交锋 战斗初期 强胜了唐军 始终压制对方 尤其是李四叶的磨刀大队 正好可以有效的克制 阿拉伯骑兵 以为战争初期的胜利 那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但随着后来 葛罗路的反叛 唐军还是败了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 高先知准备召集被打散的军队 再跟这个阿拉伯人打干一场 李四叶赶紧对高先知说 说您率兵深入敌境 后无援兵 阿拉伯人乘胜进攻 他们这个军队也很勇猛 我跟您咱们都前去送死 谁来报效国家呢 不如退兵啊 高先知想来想去 觉得有道理 就听了他的建议 又用了退兵的计策 顺利的返回中原 旧唐书新唐书都记载了 说这个唐军仅返回数千人 阿拉伯的历史大权记载呢 说唐军大约五万人被杀 大约有两万人被俘虏 剩下的三万人逃回了中国 这个不可一世的大唐帝国呀 被称为天可汗的天朝上朝啊 竟然败了 不过老话说回来了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唐军迅速的就恢复了 新唐书记载天保十二年 唐朝大将封长青率军进攻大伯利国 就是今天呢 克什米尔此战大败敌方 重新稳定了西域 抑制了达罗斯战役失利之后 阿拉伯势力对西域的渗透 但是历史上唐朝最后还是退出了中亚 根本原因呢 不是达罗斯之败 而是因为安史之乱 此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当时阿拉伯帝国要跟西方的败战亭帝国作战 以取得地中海的控制权 如果得罪了大唐 但他肯定是父辈受敌 无疑是自掘坟墓 就在这个这种环境下 阿拉伯帝国主动跟大唐讲和 这个测误原规呢 是一部政治的史书 记载 达罗斯战后的六年 每年都有阿拉伯使臣来朝 仅天保十二年就来了四次 就这样呢 两国的关系逐渐的升温 最后就形成了 友好木林的合作伙伴 有一个说法 说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啊 阿拉伯人俘虏了大量的唐朝士兵 其中就包括很多懂得造纸术的工匠 这些工匠呢 把造纸术传播到了阿拉伯帝国 导致中国的造纸术 好多个科学技术 传入了阿拉伯 又传入欧洲 对后来的世界格局呢 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说法 它的来历呢 是来自一个故事 说这个唐军打败了 一大帮战俘 这里边有一个随军的书记官 名字叫杜桓 杜桓就被带到了阿拉伯 留在那儿十三年 这十三年里边呢 他游遍了这个阿拉伯的全境 还有周边的一些个邻国 写了一本游记 记述自己的传奇经历 这个书叫《经兴记》 他很遗憾 这个书后来失传了 要不然咱们看看这多好 唐代的政治家 史学家杜佑 写了一本通典 他摘了这个《经兴记》里边的一些内容 虽然仅存了1510个字 但也记载了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 西传的历史 网上有种说法 通典中就提到了造纸匠 因此就断定造纸书 是战俘们传过去的 但经过史学研究者的仔细查证 书里边压根就没有造纸匠的字眼 因此造纸书传过去呢 也说不通 近年来呢 还有很多学者提出来 早在达罗斯之战爆发之前 造纸书就已经传播到了 中亚跟西亚这些地方了 匈牙利的一名学者通过考古推断 在蔡伦发明造纸书一个世纪之后 中亚人就开始使用纸张 进行通信 并且在公元三世纪左右 传入了伊勒克 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也指出 早在650年 也就是达罗斯大战前的100年 造纸书就已经传入中亚了 到了707年呢 纸张已经在阿罗巴半岛 麦加被阿拉伯人使用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再说一说战争之后 据新唐书资质通建等记载 不久安史之乱爆发 高先知被调回中原 平定叛乱 因为这个作战失利 没有办法 只能是退守同关 有一个监军的大太监 这人姓边 叫边令成 他给这个高先知啊 建议过几件事情 但是高先知呢 也没听进去 没往心里去 这个让边令成很不爽 所以说 千万别得罪那些 给你提意见的人 尤其是皇上身边的人 边令成呢 就跟唐玄宗反映了 高先知战败的事 那没非色武 天忧加措 说这个高先知放弃了 几百里地 还偷偷的 苛扣侍君的粮食 和赏赐 唐玄宗一听就急了 一面之词 但是很爱听 大怒 派人去军中 就斩了高先知 正是由于 唐玄宗的偏听偏信 导致大将 镇前被斩 同关失守 长安沦陷 才有马维泼 赐子杨贵妃 唐玄宗见阁闻灵 阿拉伯那边呢 根据阿拉伯史 历史大权记载 战后没多久 他们国内呢 就爆发了内乱 当初率军 击败高先知 那个将领啊 他的名字叫 埃布穆斯林 被哈里发 也就是 阿拉伯的皇帝 视为 威胁统治的 不安定因素 直接把他杀了 阿拉伯 产出这个大将 引发了严重的内乱 导致阿拉伯帝国 元气大伤 哎呀 虽然说 达罗斯之战 在政治上的意义 并没有上升的 是非重要的高度 但是在文化交流中 取得非常好的作用 你看唐僧西天取经 写了一本 大唐西域记 记载了西域各国 印度不同的风俗风暴 还有一本书 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经刑记》 也记载了西亚南亚 好多建文 虽然实传了 但是里面有1500多字 被另一本书通典摘录了 给咱们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 提供了比较珍贵的资料 你比如说 杜环就到了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 他发现这有一个叫 菲尔干纳的盆地 非常富饶 适合种葡萄香枣 能造美酒 中亚呢 有个木路城 农业发达 产葡萄 产李子 产芹菜 人们拿香油涂头发 做好看的发型 穿着华贵的皮带衣 等等等等 他当时记录下来的 很多风俗习惯 经过文明的传递 有些个一直沿用到今天 你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 婚丧驾许 也依然沿用了上千年前的风俗 所以古往今来 战争只是表面 文明交往 才是灵魂 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修到了郭论了 谢谢各位的支持 说到这个节日啊 大伙是不陌生 清明啊 端午啊 午一啊 中秋啊 国庆啊 春节啊 除了这些个耳熟能详的 法定节日啊 咱们国家还有一些个节日 我们称之为 职业节日 顾名思义呢 就是针对某种职业 所设立的节日 以表示对这种职业的尊重 与肯定 目前咱们国家有五大职业节日 这个五大职业节日 分别是什么呢 护士节 教师节 农民丰收节 医师节 记者节 在这个些节日里边 会举办各种庆祝活动 那么老祖宗有职业节日吗 对比史料 不难发现 中国古代还真有特别有名的 职业节日 并且影响深远 1985年 我国把每年的9月10号 定为教师节 既然是1985年才有的教师节 很多人就说了 说那这教师节 就不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了 怎么还能把教师节 跟古代扯上呢 别急 告诉大伙啊 事实上 咱们国家的教师节 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接下来您听我慢慢的说 中国最著名的老师是谁呢 那不用问呢 孔生人呢 孔夫子 孔老师 他这一生大部分时间 都从事教育工作 据说他所收的学生 多达3000多人 特别优秀的呢 有72个 孔子生日在农历8月27 也就是杨历的9月28 这天古人称为孔子诞辰日 也就是古代教师节的雏形啊 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华下 汉朝结束了秦末的战乱 让国家步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这个时候教育事业也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 汉朝对学校有清晰的定义 汉书是这么记载的 设在郡国的学校被称之为学 设在县或者是诸侯国的学校被称之为校 清朝初年有个大教育家叫黄松熙 他在《与陈前初论学书》中描述 汉朝的时候 每年农历8月27 皇帝都要率领着文武百官去祭拜孔庙 还要邀请国子学太学的老师进宫吃饭 享受着这个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待遇的国演 菜肴由皇家御厨烹饪 吃的喝的都特别好 吃饭的时候还有专门的人 副师唱歌助兴 让老师们吃的饱玩的好 你看了吗 皇上都带头给老师庆祝生日 庆祝节日 地方官自然也不敢怠慢 所以在孔子生日这天 除了祭拜他老人家 地方上还要给老师放假 发点过节的福利 表示敬意 在汉朝天子的引领下 每年农历的8月27日 就成为了祭祀孔子 感恩老师的官方节日 老师也开始享受 节日休假会餐 发福利待遇 有一个电视剧叫楚汉传奇 内容是秦日皇猝死 二世继位 残暴不仁 民不聊生 各路英雄起兵造反的故事 在第五集里 公子福苏向秦日皇 讲了焚书的坏处的时候 提到了 不该拆孔子的大城殿 秦日皇大怒 恨不得八剑砍死他 秦日皇虽然刻薄寡恩 但气得很对 福苏呢 不能瞎说 你爸爸绝对不会拆大城殿 因为大秦没有大城殿 这大殿最早建于唐朝 一直到北宋 老艺术家宋徽宗 赵吉先生 才给他起面的大城殿 所以电视剧呢 也是瞎说 为什么说要提大城殿呢 这就跟大唐的教师节有关了 在唐代呀 皇帝姓李 自称是太上老君李尔的后代 崇信道教 武则天信佛 唐玄宗呢 则把儒教摆在了首要位置 那唐玄宗对孔子简直欣赏至极啊 如果杨贵妃在他心里排第一呢 那孔子一定排第二 因为孔子是推崇忠孝 很符合这位黎原天子的口味 据《资质通鉴》记载 唐玄宗追侍 孔子为文宣王 这事是事好的意思 他把这个儒学拔到了一定的政治高度 唐玄宗甚至颁了一道圣旨 把学校建到了相义级的最基层的单位 除了建学校 每年的农历8月27 唐玄宗都要举办规模宏大的教师节 有这么一个庆祝活动 除了祭拜孔子 还要表彰老师 当时首都长安和地方 都要举行盛大的教师节庆典 场面宏大震撼 一点不逊色现在的教师节 在这场教师节庆典上呢 除了例行的祭祀和怀骨以外 唐玄宗还下了命令 要求国子健 就是当时的教育部 在全国选拔优秀教师 大唐的评优不像现在 你比如微信投票占50% 专家评审占50% 大唐只有专家评审 也就是说 只要是被朝廷选中的老师 除了颁发奖状提升职位 还能获得一笔奖金 最高呢 五百两白银 那么五百两白银是什么概念 据唐朝有一个记载着 政治制度的通点 它里边写着 在唐朝五个铜钱 就能买到一斗米 一两银子相当于一千个铜钱 也就是说可以买两百斗米 这样换下来呢 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 两千多人民币 五百两银子呢 就是差不多一百万 所以呢 在唐代的教师节 凭上了一次优秀教师 就相当于一夜暴富 对于唐朝的教师节福利 我们觉得应该打99分 因为多一分怕他骄傲 这刚才说的是教师节 还有这个天一节 2018年开始 国家将每年的8月19日 定为一时节 其实咱们古代 也有这个节日 据古书《前居录》 记载 古人定农历八月一 为天一节 体现了人们 对医务工作者的肯定 那么这个节日 是怎么来的呢 大家都知道皇帝 那是中华民族的始祖 统一华夏部落 征服吃优 皇帝在位期间 不仅大力的发展生产 制作衣冠 发明牧传 还制定了文字 音乐 但是大家不知道 这皇帝还是个医学家呢 中医典籍所问和皇帝内经 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皇帝有个臣子叫齐伯呀 这个人艺术高超 特别的精通枕脉 后世尊称他为花夏 中医始祖 要革的现在 肯定是一位极品的都市神医 皇帝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啊 经常跟大臣们坐在一块 喝点瓜子啊 喝点茶水啊 吃点小零食啊 一起探讨各种民生问题 和分管农业的大臣们在一起 就探讨种植学 和分管文化的大臣在一起呢 就聊点文化音乐 跟这个分管医疗卫生的大臣在一块呢 自然要探讨医学 有一天皇帝呀 就召集了分管卫生的这个齐伯和另外几个大臣 开了个座谈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呀 围绕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差 老百姓得一点小病就没办法了 怎么办 如何医治展开这个会议的主题 皇帝就说了 说现在老百姓生了病啊 怎么得的 医生又是怎么诊断的 跟齐伯这些个卫生大臣 对这些个病因以及治疗的原理进行探讨 几个人商议之后呢 就写了皇帝内经 中国从此就有了一书 后人为了纪念这次座谈会的两位主角 不但尊称忠义为齐皇之术 还把每年的农历八月初一定为天一节 到了元朝的时候啊 朝廷命令各郡县祭祀三皇 就是福西神农皇帝 另外还要祭祀齐伯 以及医书上记载的另外一些个医生啊 匾雀华佗孙思苗等人 每年春秋两个季节 地方官都要组织祭祀活动 而且专门呢 由医生来主持 说完了天一节的起源 再来聊聊天一节的风俗 《荆楚碎石记》记载 早在南北朝时期 在天一节的当天 民间就有收集露水擦眼睛和天灸的风俗 什么叫天灸呢 就是大家熟知的三福铁 很多人呢 就到了特定的季节 就会上医院贴一个三福铁 特别火 我没贴过 但有人去过 三福铁是中医啊 冬病夏至的一种方法 三福铁 阳气最旺的时候 用中草药 针对相应的穴位进行贴附 以疏通经脉 行气活血 驱除体内沉寒 达到了防病治病的目的 古代在天一节这天呢 医生也要给百姓们贴三福铁 另外呢 还要用露水 点儿童的额头或者是胸腹 驱除百病 保佑儿童健康成长 在一些农村地区呢 天一节还要吃熟米 就跟小米差不多的一种食物吧 还有的地呢 老板兄用露水 跟桃叶做桃叶膏 日出之前 找块这么干净的布 采集露水 把露水和老桃叶一起 放到锅里边 把这个桃叶熬成汁 捞出渣子来 再把这个桃叶呢 熬成这个黏糊的样子 这是桃叶膏 桃叶膏对于治疗腹胀 非常有效 刚才说的这个跟医生有关 还有这个农民的丰收节 现在的农民丰收节啊 它是古代的秋摄 9月23 被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这是为了庆祝五谷丰登 国泰民安 其实这个这个节呢 古代就有 当时叫摄日 春秋各有一个 以此庆祝大丰收 我们现在的农民丰收节呢 其实就是古代的秋摄 周里记载 到了摄日那天 要杀猪宰羊 所有的人都要出门 祭祀土地神 大家不用上班 也不用工作 尽情的唱歌跳舞 高高兴兴 史记记载 汉高祖刘邦 在大汉朝建国之处 把摄日纳入了国家的节日范畴 命令官府必须庆祝 以行政命令 在全国推行 摄日在古代呢 这是很受欢迎啊 很受重视 这是一个人神共欢 盛大的农事节日 讲一小故事 您听啊 南宋有一个杰出的诗人 叫杨万里 同时他还是一个政治家 一生力主抗金 他跟这个范城大陆游 游报 被合成南宋的中兴四大诗人 乾隆皇帝呢 是一个太平天子 是个作诗的狂魔 一生作了一万多首诗 留下来连二十首都没有 但杨万里呢 比他疯狂 作诗两万多首 被誉为失踪 当然了 流传下来也不多 在其中有这么一篇 就是记载着 摄日狂欢的 摄日那天 杨万里目睹了老百姓 庆祝丰收 疯狂娱乐的行为 把他们记录在 官社这首诗里边 原诗实在是太难懂了 咱们翻译一下啊 按照白话文是这么说的 说庆祝丰收的那天 人潮涌动 锣鼓喧天 热闹极了 唱着山歌的村民 戴着面具的演员 竞相登台演出 男女坐在台下 欣赏节目 儿童们到处奔跑玩耍 非常可爱 王侯将相也放下了身份 像普通百姓那样 疯狂娱乐 在这样一个 暴时豪瘾 最眼朦胧的放纵节日 男女自由相会 成为了摄日节的重要活动 秋摄日的习俗啊 主要分为祭祀和娱乐 上至官府 下至民间百姓 都在这一天 进行土地神的祭祀活动 祭祀活动完毕 以后主持人会把祭肉 分给百姓 寓意着大家一起 得到神明的保佑 汉书里边有记载 因为有一次啊 乡里边举行摄日庆典 活动结束之后 照例要把所有祭祀 天神的肉食 分给各家各户 当时主持祭祀的人呢 是日后的西汉大丞相 陈平 陈平这个时候很年轻啊 但是有机会成为这个主持人 据说分得很公平 父老乡亲们都赞叹 说好啊 分肉分得太好 怎么分这么好呢 陈平说 这个不算什么啊 假如有一天 我当了宰相 主持天下大事 也会像今天这样 分肉 如今这个摄日呢 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不过在一些个乡村地区呢 依然可以看见 摄日节的一些个身影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 庙会 虽然说秋摄日衰微 但有了农民丰收日呢 还是能一样的庆祝与祈福 接下来要说的是七夕节 七夕节又叫女儿节 纪念牛郎之女 大家都知道是中国的情人节 很多人都这天呢 领结婚证 回归传统节日 但是这个七夕 除了欧哥爱情啊 还是古代裁缝的节日 七夕也叫起巧嘛 字面的意思 祈求女子巧会 因为古代女子 要在七夕这天拜织女 织女是天上的纺织高手 每年的农历七月期 要在雀桥与牛郎相会 这个时候人们设香案祭拜 请求织女传授缝纫技术 奇巧习俗起源于汉代 《西经杂技》中记载 这天女同胞还要比赛穿针 谁穿得快就意味着 谁起到的这个巧最多 穿得慢的叫书巧 书巧的人呢 得把提前准备好的礼物 送给人家得巧的 为什么有古代裁缝节呢 古时候不论是大家闺秀 还是穷人家的女孩子 都要精通女工 女工就是女子所做的 纺织刺绣 缝纫 这些个针线活 如果不会这个手艺 你很难架得出去 论起来过裁缝节 古往今来有不同的方法 你比如吃着喝喝 就越穿针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太多出彩的地方 唐玄宗呢 就曾经出过主意 把这个节日 玩出一定的高度来了 五代十国时期 文学家王仁玉 在开源天保仪式里边 记载了这么一档子去世 奇巧节那天 长安城大明宫中 灯火通明 唐玄宗命令太监 把大明宫殿堂 都装饰上锦段 唐玄宗李隆基 命令太监们 把灰宏的大明宫殿堂 都装饰上锦段 还专门的用锦段 搭了一个大殿 这大殿特别高 33米 轻便的这个布料上面呢 可以坐十来个人 在上面摆了荔枝啊 樱头啊 铺的酒啊 各种好吃的吧 李隆基的妃子们 就坐在上面 吃了水果 喝了酒 拿了九孔针和五色线 对着月亮 穿针引线 谁第一个 穿针引线成功 能得到皇帝的嘉奖 你说的多会玩啊 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 咱们前面讲了 四种古代的职业 我想告诉大家 一个职业 一个节日 职业的自豪感呢 是热爱自己的职业的人 都会有的情感 每一个职业 都要受了尊重 因为他们从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我们的未来 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又到郭论了 这天可是够凉的了 尤其是北方 到了北京啊 天津啊 好家伙 这有个大风傲的 过去老年间呢 老北京人有句话 说外边风多大呀 电线杆子骂街 什么电线杆子骂街呢 这冬天啊 糊涂了 你那木头电线杆子 拿风一搜啊 丝丝的响 所以说过去说 电线杆子骂街 另外太凉了 电线杆子动都受不了了 一到冬天呢 就都不爱出门了 在屋里边握着 冷啊 愿意跟屋里坐着 暖气足足的 穿个小背心 一吃大雪糕 很痛快 这两年 这个南方也闹起来了 这个北方有暖气 我们南方怎么办呢 我们也要安装暖气 北方虽然冷 那是物理攻击 干冷 衣服裹上点 屋里囊括点 很舒服 南方不行 南方不管是屋里屋外 那就魔法攻击 这个衣服穿着没穿呢 差不太多 这个南方确实是太潮了 冷气的人受不了 记得那会儿聊天 东北朋友们讲话 呀到南方受不了 你别看东北人那么凉 东北人不抗冻 因为东北人出去穿的也多 人一进屋了 又火炕 又这又那个暖和 这南方那个冷 它叫阴冷 也叫阴冷 它是往古着缝里 钻的那个凉 这受不了 暖气呢 也是这个 解放后国家 为了照顾北方地区的老百姓 才有的福利 有时候你也想念 是有暖气 那你以前没暖气的时候 你说 南方人怎么办呢 这玩意儿 您看念书的时候 李白的那个诗 五花马千金球 忽而将出混美酒 你想象哈 古代人 貂皮 狐狸腿的大衣 推背换斩 可那是说的 不是一般人 那都是富商聚谷 当年各地首富 那不是人人都穿着起着 有人说 那过去的人穿什么呢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 严冬 腊月 而且想当年 古代的时候 比现在冷 皇上也喜欢 给百姓们福利 搞点活动 给穷苦百姓送温暖 送什么呢 送纸衣服 说到这儿大伙说 这好 这皇上这够小的 太抠门了 自个穿一掉皮大衣 给老百姓 送纸衣服 其实不是抠门 也不是皇上脑子不好使 这个纸衣啊 那个时候叫纸球 纸的球皮 纸球 也不是说皇上糊弄穷人 尤其唐朝的时候 那个年代 还拿牧棉 那草棉 那个序 拿来做衣裳 皇室都不多见 你更别说普通人家 有钱的人 买动物皮做的衣服 皮的衣服 别说过去 现在也不便宜 何况那会封建社会 哪些个穷人 普及不了啊 那怎么办呢 就说这个纸球 也不是说皇上送温暖才有 平时也有 老百姓过冬 自个儿也做 怎么做呢 用一种树皮 这个叫储树皮 怎么叫储树皮 这个储树皮怎么做呢 它是把这个树皮啊 做成纸 再拿纸 做衣服 这个纸做出来 就不是一般的纸 一百张储树皮 做的纸 一起蒸竹 加上胡桃和乳香 增加纸的这个柔软性之后 再压成一张纸 来剪菜衣服 有人说费这么大劲 这不还是纸吗 这也是年代太久远了 大家都不太了解 储树皮啊 是一种纤维物质 经过蒸煮和调制 压实之后啊 做出来的纸啊 柔韧 厚实 不透气 这为了增加这个保暖呢 所以在做成这个纸衣的时候呢 还得往中间呢 再添一些个麻絮 就像咱们现在穿这个棉袄 羽绒服 在这填充 你要是喜欢呢 再加点染料 染成自个儿喜欢的颜色 做好之后 衣服不但干净 漂亮 保暖性呢 还特别的好 关键就是这个 它用料都不费 你穿旧了 穿破了 修一下 补一下 继续穿 怎么修呢 这个大诗人苏东坡就有经验 只被旧 而毛起者 僵破 用黄鼠 奎梗 五七根 垂碎 水侵 仙 刷之则 入心 或用木槿 针叶 倒水 刷之 一妙 就留着迷资料 告诉你用几样东西 怎么能把它重新弄 当然了 这个纸丘呢 是给 老百姓穿的 有钱 有势的 有钱 那人家 就不穿这个了 那么唐朝 在纸丘推广之前 人们穿什么呢 那时候叫皮丘 就是皮草 现在说 古人有多喜欢皮草呢 你看最出名的啊 就属 孟长军那个 孟长军 战国时候 齐国的一个贵族 很有钱 有一回 出使秦国 秦昭王很高兴 说你这个人太棒了 你留下来吧 给我当相国吧 孟长军有心不答应吧 有怕说 拖出去宰了 就先应着吧 狠狠狠狠就答应了 好了 有人跟这个秦昭王就说 说那个 那不应该用他 孟长军呢 他家里的人都在齐国呢 他不会真心替您办事 秦昭王一听 有道理啊 万一这个家伙 条反水 这不好干 先关起来吧 回来找一借口 宰了得了 就把孟长军关起来了 关起来害怕呀 这怎么办呢 跟自己的门客们就说 呀坏了 秦昭王要杀咱们 这怎么办呢 大伙想招 哎 有人给出一主意 说这个秦王啊 七管言 怕媳妇 求他老婆吧 那怎么办 找去吧 就去找这个秦昭王的媳妇 他老婆很高兴 什么事啊 孟长军的事 他知道孟长军有钱 是个土豪啊 送上门来的飞扬 好事 但是不能白帮你忙 狮子大张口 我要一件纯白狐的皮草 狐狸本身呢 来说不少见 白狐也有 可是浑身上下一根杂毛 没有 还能逮着 还得把它做成皮草 这个不容易 有人想起来了 说咱们 出使秦国的时候 您记得吗 咱们送给秦昭王一件 孟长军说 是啊 是送了 没有了 现在呀 这怎么办呢 这个人说呀 不要紧的 您看我了吗 哎 我这个儿也小 身量也不高 我到秦宫啊 他有一狗洞 我打狗洞 钻进去 把那白狐皮偷出来 给您 孟长军说 那试试吧 好家伙 这位还真行 去了 就把这白狐狸皮 偷回来 哎 又拿来 送给秦王的老婆 那秦王老婆开心呢 就劝这秦昭王 你不要杀孟长军 秦昭王真怕媳妇 怕老婆不高兴 秦王的老婆 心里打了什么主意呢 说这他是想孟长军 这么有钱啊 送给大王一件皮草 还能再送我一件 我得多载他两刀 才划算 他很聪明 孟长军呢 那孟长军也不傻呀 趁着秦王对他放下了防备 带着一帮人 练一叶就跑了 这倒也不是说 招王的老婆笨 那一件白狐的皮草 就价值千斤 你别说没有杂毛的皮草 就是过去的雕 鹤 这些个皮料又轻又软 成为青球 哪怕随便一个做成这个皮草 也是很值钱 非常稀有的 那么说过去这个 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 穿不起皮草怎么办呢 穿不起皮草 他就穿袍 这个袍是什么呢 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军大衣 上下连体的一件长衣 内外两层 里边放着很柔软的郁寒材料 分两种 一种是比较高档 用的是蚕丝做的絮 另一种呢 就是放一些个粗麻呀 或者什么 反正不是棉花 也不是蚕丝 它是跟蚕丝特别类似的一种棉絮 那时候都是木棉草棉 白梧桐上面的絮 当时管这类的 反正统一吧 都叫棉絮 不是这个棉花 那个木子旁的棉 是一个绞丝旁的那个棉 这个袍呢 不算太贵 在周朝开始 就是一种生活的变装 像咱们现在的军大衣和羽绒大衣 主要就是为了扛动 那时候为了让士兵外出打仗的时候 不受动啊 给当时的士兵啊 每人发一件 当然了当兵的哪能穿蚕丝呢 里边就是粗麻之类的 也扛动 反正这是个标配吧 因为这个也就有了一个说法 叫战袍 那时候冬天能有一件这个棉袍啊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 虽说标配是每人有一件 但如果遇上了遗失 或者是破损 我这丢了 那就不那么简单了 尤其是那个物资匮乏的冬天 也不能随随便便就再来一件 很难 诗经 秦峰里边 有一首巫医 上面怎么说的呀 七月巫医 与此同袍 就说 谁说我没有军装啊 咱俩配一件军大衣 那你说俩大佬爷们这容易吗 啊 还有一个词叫同袍之意 就是咱俩人 一起扛过枪 并肩作战 在战斗中 相互帮助 有着过命的交情 而且这个袍呢 一开始也不是单穿在外面 过去先秦来说吧 袍在外边 还得穿一件照衣 李济桑大记里边就说了 袍必有表 意思说的很清楚 袍在外边 还得再套一件 当然了 那不是所有人都穿完了袍 还能再照一件外衣啊 对不对 那时候穷人他穿不起外衣 当年编写论语的那位曾子 叫穷了叮当滥响 穷就算了吧 那关键还是个名人 这事就让别人给知道了 还在这个庄子让网里边 不说他吗 运袍无表 那是个什么样子呢 曾子是个文人 到了干活写字的时候 就要把穿在外面的 这个衣襟撩起来 怕把袖子弄脏 一般人这个撩起来 里边是袍 他那个撩起来呢 就是两个胳膊肘 后来由于这个事情 就来比喻穷困潦倒 叫捉襟见肘 当然了 这个是秦朝的穿法 从汉朝开始 一部分人就把袍 拿来当外套穿了 再往后呢 就跟今天的军大衣啊 羽绒服一样 都拿来当外套穿 说到袍啊 很多朋友就要问了 说为什么不穿棉袄呢 棉花多软和又便宜 首先 棉花的大量种植 是在这个宋朝 元朝之后 之前的这个记录啊 没有 那个年头 你别说这些个贵族了 皇上要衬衣棉袍 估计都得拿来 搁在金垫上供起来 没见过 对吧 你别说棉袍了 秦始皇你给的塑料盆 那他都美的不行不行 他没没有啊 就这么少见 那么说棉袄 是什么时候有的呢 袄 最早出现在唐朝 啊 你白居易不就写人家 写事吗 水波 文袄 造新城 凌软棉云 温富清 袄是什么呢 是从这个如 升级而来的 如 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 衬衣的这个款式吧 那又像袍子一样 它在里边有夹层 加上这个续 袄呢 比如 它要长 比袍 又短 它因为里边续了棉 或棉续 所以呢 叫棉袄 到这个时候 棉袄的这个棉 依旧还是 绞丝旁 那个棉 可就算这样呢 这样的这个棉呢 能做成一件 袄 那也是少见 为了保暖 古人呢 又把这个动物的皮毛 当成棉絮 填进去 这有点像在 现在咱们这个羽绒服了哈 这叫皮袄 皮袄也是一个 稀罕物 你看红楼梦里边 刘姥姥 头一回见王熙凤 王熙凤就穿了一件 那叫桃红撒花袄 大腹指甲 才能穿得起啊 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芹是清朝人 在他的这个认知里边吧 他认的这个袄 如果不是皮袄 就是棉袄 就是今天 普通老百姓 所用的这个棉花 做的袄子 那为什么现在棉花 这么普及呢 这得从宋朝说 木字边的这个棉呢 是在宋书里边 才开始有了记载 那么反过来推测 棉花的出现 最晚呢 也要在南北朝 等到了宋末元初的时候 才开始大量的 进入了老百姓的生活 棉花的这个船入呢 反正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说是进口 走海路 漂洋过海来的 到底是哪个国家来的 怎么从海上来的 也没有办法 正确的去追溯 另一种说法呢 就说棉花 是咱们的原产地 在这个进口说 这里边呢 流传最多 就原初那个农丧纪药 这里边还衍生出了一个民间故事嘛 中国的这个商人在外国卖茶叶 买丝绸 发现棉花这保暖用途 就找这外国人呢 买这棉子 可是这个棉花成熟之后呢 扒了下来棉子呢 并不影响棉花的使用和品质 但是作为交换茶叶和这个丝绸的棉花呢 外国人就当宝贝一样 坚决不能这个棉花子给中国人 为了防止中国人偷棉子 离开的时候 得过一遍安检 可这个棉花是好东西 有这个可以造福多数人呢 有个商人特别聪明 买通了一个外国人 用十两黄金买他一两棉花籽 咱们哪见的 码头上见 那到时你给我 这么着才把棉花偷渡回了中国 从那之后棉花才慢慢的在中国开始种植 这个说法 他最多流传于引进派 而且还拿出了一个观点 就是这个滇海于横志里边的观点 作为结论 因为上面写的就是嘛 宋元坚从海上诸国 得其种归种之 那么支持原产说的呢 也不示弱 翻出了记载下朝的上书语共篇 上面写的就是 岛仪汇福 绝废之辈 其中汇福之辈都是棉织品 而且在福建重安 还出土过三千多年前 这个棉织布片 这东西就奇怪了哈 你原产说这一派人为体重如山 你要说原产吧 为什么送原之前没人穿棉袄呢 对吧 要说进口的吧 这出土的东西 这玩碳还原的这个科学实验吧 他又骗不了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棉获的大量种植 从元代 明朝开始 大量的老百姓 都能免得起这个 能穿了 穿上暖和的棉衣 皇上要是在遇上寒冬腊月 给老百姓送温暖 也不用再送点这个布的呀 或者是那些个纸的衣服了 也可以送棉衣了 过去说的好吗 一层棉 顶十层单 该穿棉的了 您可别不穿 过去老话说的好 爱翘不穿棉 冻死没人连 穿上棉衣 咱们暖和和的 过冬天呢 感谢您的感觉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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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